蔡英文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布时广告 本名曾贯荣的饶舌教父大支代言政客黑心产品 法律责任 分享 4月10 2022 华市新闻资讯台台长 代理总经理访问本名曾贯荣的饶舌教父大支 特别播出曾官容替蔡英文制作的竞选台湾队长 里面有诈骗桥段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 一人代言黑心商品该当何罪 根据公平交易法第21条 规定担任广告见证者 即代言人与业者有共同为虚位不识或引人错误之表示或表征之故意时 应与广告主妇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图片说明 公广集团华市播出曾官容替蔡英文制作的竞选台湾队长的诈骗桥段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 民进党蔡英文推出的诈骗证件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 本名曾贯荣的饶舌教父大支 不必负责吗 根据联合报社论300亿租金补助 遮不了居住正义大跳票 蔡英文已经许久不再提居住正义四字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政策跳票了 而且跳得很惨 其中 跳票缺口最大的 是她的8年建念万户社会住宅政策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如今全台社会住宅的完工数仅19000多户 达成率连一成都不到 及时把新建中的24000户加进去 也才勉强达到两成 蔡总统承诺8年建念万户设宅 如今执政已6年 却仅完成两成目标 这样的实践能力 政府真的有把居住正义放在心上吗 有以上统计可知 民进党与蔡英文诈骗台湾欺骗社会 说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 本名曾贯荣的饶舌教父大支 不必为代言黑心产品负责吗 许多艺人都会替政客站台 但政客虚伪不实地夸大承诺未实现时 没有被追究 只有虚无缥缈的政治责任可言 替无耻政客政见代言的艺人 也从未被认为应该与政客负责 相对的 诸多无耻诈骗政客汇集的立法院 竟然以公平交易法第21条 规定代言人代言黑心产品 英语广告主妇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代言人混口饭吃药被追究 这些艺人替黑心政客诈骗台湾却不必追究 一个台湾总统上台 可以任命千人以上位置 操纵各大有官方资本的企业 若是完全执政而把立法院当成橡皮图章 几千亿几千亿预算随便就通过 造成的利益牵扯 与一般企业搞黑心产品的暴力相比 黑心政客及代言艺人 要负的责任何止千百倍 但立法院却处罚代言一般产品的艺人 而不管代言黑心政客或诈骗政策的艺人 这符合比例原则吗 看到陈亚玲充满崇拜的访问饶蛇教父大只 竟然没发现蔡英文的诈骗证件 社会住宅承诺8年内盖20万户 难道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有房子住 所以觉得20万户社会住宅证件即使跳票 也跟放个屁没有差别 Blackjack2022年4月10日联合报社论300亿租金补助 遮不了居住正义大跳票 2022年4月6日5点38分联合报社论 蔡英文总统2021年